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 然后又是 S50 因为昨天的影片都是别人在家 我们在拍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网友质疑这个成绩 所以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边 我们重新试驾这个 Proton S50 在这里我会用三个模式去试驾 分别是这个普通模式 运动模式 以及运动加手排模式 想知道成绩如何吗? Let's go! OK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去试驾这个车啦 首先 我们要先说明一点是 0-100 这个时速是以这个仪器的测试为准 并不是个meter 因为这个仪器会比较准确一点 而且三辆车同样的会有这个仪器 OK 现在我们先 绑好安全带 OK 普通模式先开始 Dulu 啊 OK 3 2 1 OK 所以在这个普通模式下测试出来的成绩是10.66秒 OK 接下来这辆车我们已经切换到了运动模式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0-100加速表现是多少 OK OK 2 1 OK 然后 运动模式下是10.21秒 OK 运动模式下是10.31秒 快的差不多是0.3秒左右 第三轮的测试 我直接把车子切换到这个手排模式 然后来试试看 这一个手动换挡会不会快一点 3 2 1 11.13秒 但是还是跟这个自动挡的运动模式下 还是慢了一点点 OK 但是呢 以这一个车来讲 10点多秒的成绩 我觉得算是OK的 因为这个Proton有限制 如果我开的话 必须要有人跟着 这个成绩可能会有点慢 所以我们请来了 一位专业人士 他会一个人去进行测试 这个三辆车的 0到100加速表较多少 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 嗨 嗨 嗨 我是Syfaric Ironman 我现在驾驻 Proton R3 Motorsports 我已经成为了 Sepang 1000km 2018和2019年 OK 有这个专业的Abang 在这边测试 相信大家应该不会 质疑这个成绩 OK 现在我们就去看 Abang的成绩如何 exhale 咪 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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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